全长一千多公里的环岛铁路中 从竹南到彰化之间分成海线与山线 这是因为山线多维过斗的山坡路段 为了便利铁路的运输 因此就有了海线铁路的规划 最后在1922年大正四年完工通车 纵贯铁路海线北起竹南站南到彰化站 整条海线铁路大部分可以说是沿着海岸线开辟的 所以坐在海线列车时起立多变的海岸风光 是海线铁道之旅最大享受 原名中港溢的竹南站创设于西元1902年8月10日 是台中运墓段辖区内最早创设的车站 站房原为于简陋的木造房 后来因为中部大地震 站房严重受损 乃修建为钢筋水泥站房 1922年海线通车之后 竹南站成为纵贯铁路线 与台中线铁路的会合站 与彰化站同样号称为台湾铁路山海关 海线铁道之旅从竹南开始到彰化 整条铁道路线中有许多座百年古庙 而且在台湾民间信仰中都有相当的地位 从竹南的三级古迹 慈玉宫 白沙屯的拱天宫 大甲的镇兰宫 甚至鹿岗的天后宫 都是在海线铁道之旅中重要景点 位在竹南镇民生路上的慈玉宫 建庙到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是苗栗县最古老的妈祖庙 已经被列为国家三级古迹 慈玉宫因为历史悠久 所保存的古物相当的多 石柱 石香炉 景泉 春凤亭等 都是极为稀有而珍贵 而从这些古物中 也依稀看到 鲜明拓肯中港的悠久历史 唐文站是海线铁路南下的第一站 位于苗栗县造桥乡 紧邻着纵贯公路 由于站房低于路面 如果不注意 还真不知 谭文站的存在 原站名为 淡文湖的谭文站 在1922年10月 海线通知时就已经设站 整个站房以日本进口的山材建造 有三角形极鞋式屋极 Y字形狼柱 牛眼窗 及夯土墙等特征 是几个海岸车站共有的特色 与谭文站相距五公里的大山站 原名为大山脚 因为附近有许多海岸接地 被大自然侵蚀成 类似脚趾状 所以称为大山脚 在民国51年4月 将站名改为大山 属于甲种简易站 并由后龙站管理 站房也是山木建造 日式建筑 造型特色同为三角形屋顶 入口狼柱 双木并立 Y字形狼柱环裂 L型回廊 牛眼窗等 彰显了老站房独特之处 流露出古着朴实之美 苗栗后龙镇 是西部干线火车站密度最高的地方 包括海线铁路的大山 后龙及龙岗 以及深线铁路的丰富站 总共有四个车站 龙岗站位在后龙溪出海口的南岸 站名原为公私辽义 民国41年12月1号改称龙岗站 目前为招呼站 由后龙站管理 原木造站房与谭文 大山 新浦 日南等站 同为海线标准木造建筑 海线从龙岗 白沙屯 新浦 通宵到院里站 是搭乘火车观赏蔚蓝海岸的最佳路段 当您搭车经过时 别忘了往西边眺望 美丽的大海正在向您招手哦 从龙岗到通宵之间 是海线铁道之旅精华地区 旧名为白沙屯的白沙屯 是通宵镇最北边的滨海小村落 在清朝雍正年间 就已经有汉人以肯来此 到了乾隆时期 才开始有大批移民 从福建惠安 同安 渡海来台 正式在此从事开肯 才逐渐形成聚落 也由于白沙屯港可以直接出入 因而成为早期移民 进入苗栗等地区 啃植的重要管道 而在白沙屯最为有名的 应该是白沙屯 妈祖徒步进香 北港朝天宫 至今已经延续了180多年 完整保存传统民俗文化 与台湾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 是采取全程徒步前进 没有规划好的路程 就连休息地点也未定 完全听从妈祖的安排 对于香灯角来说 不只是考验对妈祖信仰的忠诚度 更是对自我的一大挑战 白沙屯的海岸满布各种石头 蕴养着相当丰富的朝间带物种 也蕴藏相当多的玉石、原石 白沙屯是著名的玉石产地 有碧玉、玉髓、洞玉、化石玉 以及其他颜色的彩玉 常让玩家爱不释手呢 只要是星期假日 随时都可以看到白沙屯妈祖庙 后方海边寻宝的人潮 从白沙屯沿着铁道往北走 沿途共有四个重要的文化古迹 与生态景点 山边有日据时代的 白沙屯一到三号旧隧道 是过去铁路旧隧道 目前已经不使用了 白沙屯北方约三公里地方 有一处大自然教室 贝壳化石山 当地居民将其称为贝种 周围地层中蕴藏着丰富的贝类化石 民国四十四年 苗栗县文献委员会 历时过岗备画石层纪念碑 以及尽肯的告示 希望能永久保存这块地质古迹 而在西面海滩上 则有大片的石户群 位在白沙屯海岸线北端 与山边海岸交界处 由于白沙屯海岸上 布满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 因此就利用海岸的石头 叠砌成圆形的矮墙 围成一圈 称之为户 每当海水长潮时 鱼群会随着潮水冲入石户 但是推潮时 鱼群被石户内的出水口阻挡 无法游出石户 就成了户中鱼 鱼获效果非常好 而在北方弯瓦村南边的山丘上 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 目前镇公所更将此山头规划 成为一个看海的景点 并将其取名为好望角 从这里可以远眺到竹南 及通宵地区 不但是也相当辽阔 还可以看到山下火车穿梭而过 一只只排列有序的风力发电风车 构成好望角独特的天然地理景观 加上白沙屯的落日景色 也是相当宜人 常吸引游客坐在提岸上 欣赏海滨的美丽风景 不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吗 所以每当星期假日 都会吸引相当多游客来此一游 而这一连串的观光景点自然构成铁道迷最好的探访路线 是来白沙屯所不能错过的地方 当然白沙屯除了拥有丰富的地理风情之外 地方人文历史也是这里的特色 居住在当地的一群五年级生 鉴于对白沙屯的认同 认为古老的Diamage 应该重新注入活力 让来此的游客能进一步了解 白沙屯的地方文化特色 于是将这一家 具有近百年历史 Togak契城的传统三合院 再经过两个月时间清理布置 终于合力编织一个梦想 白沙屯 Gosai Tu 就此诞生了 除了在室外 可以享受栩栩凉风及温暖的阳光外 冲一壶茶 泡一杯咖啡 闲话家常 浅尝香醇的滋味 室内更分为 沙顿戏照 古厕风情 旧日情怀等三个馆 分别以不同风情布置 将白沙屯的夕阳美景 传统农村使用的旧文物 三零年代白沙屯 妈祖庙老照片 六零年代的旧报纸 与五零年代的老唱片 用心的搜集和精心的摆设 希望借以唤醒游客的回忆 当然 Gosai Tu 除了提供一个悠闲敬意的环境之外 也准备多种白沙屯地方美食 高棧柜 南瓜糕 萝卜糕 简餐 养生花草茶等 希望游客来此享受地方美食之外 还能认识地方相关资讯 蔚来还计划 以爹妈家为中心 规划附近景点 一日游旅游导览 以及单车出租等各项服务 为铁道迷方便不少 你知道你每天吃的盐 是从何处制造出来的吗 答案就是距离白沙屯月一公里 台盐通宵经盐厂 属于改制后民营化的 台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台盐通宵经盐厂所采的 离子交换膜电透吸制盐法 是以在一千多公尺远 十二公尺深的海中 抽取洁净天然海水 经过滤去除悬浮杂质之后 以精密的离子交换膜 电透吸浓缩及蒸发洁晶 再经过高温干燥大规模生产 从原料采取半成品到成品 都没有接触人手 全部采自动化作业 制造健康、卫生、品质保证的食盐 以及包装海洋碱性离子水 供饮用及医药用途 点盐能成金 来这里看看盐山参观盐的制成 才知道原来盐其实以多种面貌 和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 不过现在平常只限团体参观 一般民众在假日才有开放 早上九点及下午三点 有专人导览 另外,台盐通宵金盐厂 更将制盐过程中所留下的副产物 碱性离子水 劈成一条长约100公尺的小溪流 让民众来此泡脚 据说,用碱性离子水来泡脚 除了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之外 对香港脚或酸痛都有很好的效果 未来台盐更有计划提供全身浸泡池 让民众体会泡碱性离子水的乐趣 离开深居乡土特色的白沙屯之后 下一站是西部干线站房 最靠近海的新浦站 新浦站是一栋以木造的站房 充满优雅的日式风味 造型特色除了有三角形屋顶 Y字形狼柱环裂 夯土墙及牛眼窗之外 与其他海线木造老车站不同之处 在于它设有台阶 一出车站门口就可以看见 蔚蓝的台湾海峡 在新浦车站 循着站前小路向南行 可以顺道易游秋冒园 秋冒园位在通宵 与白沙屯之间 占地约四公顷 是由刘日博士黄秋冒先生 独资创建而成的 园内除了一般的自然景观之外 还有精心设计的人工造景 以及各种人物动物雕像 景致优美绿草如荫 是通宵著名的旅游景点 通宵地名为帆舍 名通宵的谐音字 昔日写成吞宵 后来才改成通宵 通宵火力发电厂 位在南世西出海口北岸 也就是在通宵站的南边 列车经过车站前后 就可以看见发电厂高耸的烟囱 全省有名的通宵海水浴场 位在通宵站的后方 占地相当宽广 细白沙滩 沙质柔软干净 是中度地区规模最大的海水浴场 每年夏季都为通宵站 带来不少游客呢 而临近海水浴场的 通宵西滨海洋生态教育园区 是一处寓教娱乐的生态世界 也是海线铁道旅游的热门旅游景点 1922年10月 海线通车时 名为日南役 在民国78年 大安西桥改建 改建第一月台 并增建第二月台 80年改为简易站 由大脚站管理 在日南站内 南边可以清楚地看到铁站山 北边可以眺望火焰山 日南曾经是大安西 石柴的重要运输站 现在已经是风光不在 日南站同样是 海线典型古老木造车站 格局样式与大山站相近 建筑特色为三角形屋顶 Y字形狼柱环裂 入口双木并立 以及扭眼窗等 外墙 外墙则以逐条横直 编织墙面的内部 支撑附着结构 再用泥土和米糠混合涂抹汁 日南是继旧泰安站与追分站后 成为台中县第三个县级古迹车站 位于大安西下游 北岸的大甲镇 是中部沿海的重要乡镇 昔日是平浦翻到卡斯族的聚居地 汉人后来称为大甲 是由一婴而来的 每年妈祖诞辰庆典活动 大甲地区热闹滚滚 人山人海 大甲站也都配合 加开列车 疏运人潮呢 大甲镇的东北角 有一中部海线著名之观光风景区 铁沾山 景色优美 位在大安西下游南岸 山势并不高 东边偏斜 整座山色 呈红黑色 远望犹如铁沾 所以取名铁沾山 而另一处 与铁沾山同为西游记同化故事的火炎山 位在三亿乡和苑里镇的交界 标高有602公尺的火炎山 南临着大安西 全山 全山因为土质松散 长久以来经风吹雨冲 陡峭的岩壁逐渐流失 当阳光照射在山峰上 远望如绚烂的火焰气势万君 而将它称为火炎山 火炎山拥有弥足珍贵的天然资源 不但地质景观独具一格 而且植物多而出众 林物局已将这片山区 列为自然保留区 看了这么多的海线风光之后 这一集的《铁道之旅》节目 也将在火炎山向您告一段落了 搭火车 认识海线各古老车站 绝对是值得一游的 优优独播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